欢迎回到前线百分百 最近不是军演非常的频繁吗 听说美国的军舰上 出现了一个超级厉害的防备武器 他们叫做有太阳神之称的雷射炮 听说这个雷射炮多厉害呢 它利用它的光学感测器 听说可以破坏敌方的一个炮弹方向 也就是说对方射了飞弹之后 可能会打不准 甚至他会摧毁无人机 让无人机可能会因为过热而自爆 还可以收集勤资 所以我就去请教我们财经界的军事专家 世音大哥了 然后世音大哥跟我讲了好多道理 我说我都听不懂 离我好远 世音大哥说一点都不远 他说他的原理 就像你们女生在做医美 用来打扳的镭射 而且他说台湾有人在做 世音大哥什么叫做太阳神 没有他只是一个名称 但是其实镭射武器 大概六年前美国就已经开始测试 只是当时的功率只有二十千瓦 那这次这个太阳很厉害 六十千瓦 那到底这个雷射 其实在国防上早就已经运用 我们看一下我第一张字卡 我们就有提到 他用在什么模拟 比如说我们这个分队射击 你不可能真的用子弹打死人怎么办 那种假的这个雷射功率调小一点 打中就打中 没打中就没打中 所以模拟 那再来他可以测距 雷射有测距离的功能 那用在这个国防上 你就可以算这个距离多远 炮弹要打什么角度 那再来制导 什么叫制导 因为我们飞弹发射出去 除非他本身有这个搜寻的雷达 否则有另外一种 你用雷射 标示说在哪一个位置 那飞弹他就会去追雷射指向哪里 他就精确的可以打中目标 那最后当然是摧毁 那他用在这个 刚才这个太阳神 他用在武器上有什么优点 第一个很快 因为他是光速 你如果说是一般的飞弹的话 你可能就还要算发射的时间 还有飞行时间 没有他就是光速 很快 那再来就是便宜 我听说他发射一枚的飞弹成本 只要一美金 可能还不到 对你去想一件事 我们看俄乌战争 这个乌克兰有用这个无人机 无人机超便宜 那你如果说万一无人机 飞到这个航空母舰附近 你说他是不是个威胁 他是个威胁 可是你如果是用这个标准三型飞弹 去打他 一枚980万美元 那你一个无人机 我看一万美元不到 你这样打干杯 滑不来嘛 可是你用雷射 我如果用雷射的话 一发不到一美元 我就可以把你的无人机打下来 所以相对便宜 而且没有弹药的限制 可以一直打 只要有电源 然后那个弹药就可以无限供应 对就可以一直打 而且他不会被干扰 因为我们发射飞弹出去 敌人可能会用各种的 这个电池去干扰你的飞弹 让你飞弹打不准 或者是就 他用飞弹打你的飞弹 这个叫硬杀 那干扰叫软杀 可是如果是雷射的话 就没有这些的干扰的问题 那其实不只是在国防上 其实我们在这个医学 医美上也有用 那雷射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运作原理 我们大概画一下 用一个白板给老师画一下 其实它大概就是 这边有个光源这样进来 那这个在这两边 或者其他地方有镜子 那光源进来 这个照射到镜子之后 它会折射 那这折射中间 它又放一些这个叫戒指 戒入的戒指 戒指就是说 这个光 我让它的光的能量越来越强 这个戒指有可能是某种气体 比如说二氧化碳 有可能是某种化合物半导体 比如说零化音这些 就是化合物 可以让它的光 在折射的过程越来越强 能量越强 对 然后强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再发射出去 所以里面 你就知道它里面必须要有戒指 然后要有这个镜面 那这个可以应用在很多地方 我们日常生活 几乎都用得到 那我们就讲个女孩子 比较有兴趣 就医美 医美上 它可能就是美容的雷射很多 那你会觉得说 这个雷射的名称超级多 你可能搞不懂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其实看它 它的名称 有几种 第一个跟它是不是 企划型的雷射有关 企划就是说 它可以攻击水分子 因为雷射本身是种能量 基本上它是说 它去打你的皮肤不好的地方 破坏它 再让你本身的这个新陈代谢 或者胶原蛋白重新生长 对 那有气化跟非气化的 那还有就是看什么戒指 比如说什么打二氧化碳雷射 还是什么俄雅各雷射什么 那其实是用戒指来命名 或者是以坡长来命名 这什么长坡 几一千还是五百七百 这坡或者是技术 那这个技术不是指好跟坏 是指说你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美容 比如说有这个什么飞梭 或者皮秒 那这还有就是说 它用什么透镜 我们刚刚讲它打出去的那个镜头 可能是单一的 也有可能分散的 像什么蜂巢雷射 那这个一般用女孩子比较多 讲这个我就懂了 净肤雷射 有的时候可以让你的肤色更白 皮秒雷射就可以让你的皮肤更紧致 为什么叫皮秒 因为它就是说 它在你的皮肤上停留的时间 只有一兆分之一秒 所以伤害不会那么大 但是你还是要留意紫外线 那镜肤雷射留在你照射你皮肤的时间比较久 所以你可能要小心不要晒到太阳会反黑 那非说雷射其实非说是分段的意思 就是说你一样 以前是这样雷射光这样照下来 照到你的皮肤 它现在是把这个光分好几个光束 那打到你皮肤当然就是只有一小点 所以这个副作用不会那么大 因为它的点比较小 可是因为面积相对小 所以你做的次数要比较多 所以信音大哥 这个 这些雷射 刚刚讲的用来作为战争武器的雷射 其实跟我们跟用来作为医美的雷射 是同样的逻辑 就是能量的强弱 对 只是能量强弱而已 那事实上我们日常生活用到雷射的东西 太多了 我们随便看一下 这个我第二张字卡 就有提到 其实说雷射是什么 这个科技部下一个注解 最集中的光 那警报灯 还是我们做简报那个雷射比 他只是说功率没有那么强 他也是最快的到我们近视手术 你不可能在那边折腾半点 对不对 那还有这个我们一些零食 你易丝线 有没有 你很容易就这样拆开的 那个也是用雷射去打出来的 那个用雷射打出来 对对 所以他那他也是最利的刀 你切钻石切半导体 比如说第三代半导体超级硬 对不对 你一定要用雷射嘛 那这个其他的金属切割研磨 也要用雷射 那他也是最准的尺 因为雷射 他打出去的光非常的笔直 而且几乎不会说 这个中间就变弱 那我们这个用的无线光学滑鼠 让你不需要用滑鼠垫 就可以就可以随时随地用滑鼠 他也是一种雷射 那也是最强的扫描器 你自驾车的光达 那这个印表机 有没有雷射印表机 那手机脸部解锁 这个叫Viccel 他其实也是一种雷射 是因为明天有一个亚洲规模最大的工具机展 然后我其实请教士英大哥说工具机展 每年都有一次 今年要说亚洲规模这么大 有没有哪些的亮点呢 士英大哥帮我找到一个雷射 或许是这一次的亮点 好 那我们仔细来看看有没有哪些厂商台湾在做的 有 第一个当然就是雷科 那每个人都说他就是切割打孔 那其实我今天跟大家讲 他另外一个题材是 我们就想第三代半导体叫什么碳化系 那只要有碳的东西就跟钻石一样硬 那你要去切割他 你不可能是用另外一个硬的东西去切他嘛 因为你这个金棒拉出来 碳化系金棒其实很短 大概只能拉十五公分到二十公分 那你要再把它切切切切一百片 你不可能拿另外一个硬的东西去切他嘛 因为碳的话很容易碎也很容易裂 那你还要把它切薄还要切均匀 你只能用雷射去切 那国内唯一有能力的其实就是雷科嘛 所以碳化系的金棒要去切割 就是要用这个雷射做切割 雷科就在做这个 对 那我们看红结科 我刚才讲了雷射里面有一个地方 要用戒指 那这个戒指其实就是这些三五族 什么零化音 单化加什么这些东西 那这个戒指红结科他有在做 所以他也是跟这个雷射相关的概念 那像这个联雅他就专门做这个零化音 这个雷射 对 是戒指 那还有这个里面要用到光探测器pd 那这个这个东西可能我们要请曲伯来讲 是什么 我们投资朋友只要知道说 这几个东西是雷射会用到的就好 这种比重都高吗 这种戒指在红结科 在联雅的比重都高吗 其实比重没有那么高 因为他们主要做这个是做功率放大器嘛 那这个是这个网通的部分 但是至少有沾道边 那这个泰生他是做这个雷射设备 但他比较偏是检测 雷科是切割的话 他就是用雷射我去照看 看哪边有这个不良品 不良率这样 所以他比较偏检测的部分 那他也打入这个台积电的供应链 所以国内偏这个雷射股票 其实还有一些LED概念股 那我们是找这个存度比较高一点的 提供给投资朋友做参考 存度比较高 那我们来挑一档最便宜的雷科 雷科做的是你说第三代半导体 碳化系的切割 他现在其他半导体他也做 那我们看这个是日线图吗 对这日线 所以今天台股在跌的时候 他带量大涨 对我想这个可能跟明天的 这个智慧机械大展有关 因为他们可能有什么论坛 他搞不好发表什么东西 那这两天已经爆大量出来了 那比较尴尬的是这边碰到半年线 所以本来涨停 我记得好像是涨停 然后又打回来 那只要说这个量不要跑掉的话 其实站上半年线的机会很大 就有机会再持续往上走 现在拉长一点 因为这样看起来股价好像已经涨很多的 其实一点点而已 但是他波段高点是四五十块钱 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个机会还是蛮大的 拉回都还可以再補局 对 好 红杰科 我刚才讲说虽然占比不是很高 对 但红杰科今天股价重要的讯号是 他带量把季线给占回来 对所以我想说怎么这么巧就在今天 是不是跟明天的智慧机械展 这个雷射是不是会有什么论坛 我也不晓得啦 但是有这个机会 那你看这个量已经爆这么大出来 那也站上了季线的位置 那一般来讲季线不会一次过嘛 明天如果回撤季线不跌破 或者是根本没回撤的话 那其实持续往上挑战的机会是存在的 所以他本来我没有预期到 我想说这个工具展应该对于个股的影响力没有这么大 结果没有想到刚刚看这两党在今天大盘跌的时候竟然都涨 像一般来说这种展对于个股的拉抬的延续性 可能会有多长 这个我们就以生计展看 生计展结束去到现在也还是在涨生计 所以重点应该不是展 是说后面到底有没有题材 OK 好 谢谢盛宁大哥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没有想到刚刚那几党 好像这么一点点在为明天的工具机展做暖身了 当然涉绿的厂商雷克 红杰克 雷亚 泰森 再接下来基本面也很重要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 不过说到了接下来的台股 当然台积电就护国神山洞见观瞻 今天李昂出去了一个最新报告告诉大家说 台股在接下来是不是进场的好时机 还有三大疑虑 但是三大疑虑的背后 最看好的还是半导体的龙头台积电 为什么呢 看好的理由有哪一些 但是台积电今天虽然拉回五百块钱 很多人在问说 台积电有没有机会等到五百块钱之下 现在买不起或不敢追的 怎么样可以用最少的金额买到台积电 甚至买到护国神山群 休息一下 基夫老师告诉你 就是这个那个时候 我可以用小冉择的一个小枝 没有什么时候 我给你一个小枝 那么你会用小枝 那么你会用小枝 一个小枝 但是我可以用小枝 是这样的小枝 那么你会用小枝 那么你会用小枝